各位好 我分享的题目是教养儿女 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世界是多么的邪恶 那我们应该在这个世俗的环境中 怎样能教育出敬虔的儿女呢 首先第一 要认识环境跟你的孩子 这一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 撒旦呢 他要得到你孩子的灵魂 好夺取神的荣耀 我们的孩子天生就有犯罪的倾向 学坏容易 学好难 最好的防卫 不是坐在那里等 而是要起来攻击敌人的要害 撒旦的弱点 就是惧怕神 因此呢 我们要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 要害你的孩子 一同发掘神给他们的恩赐 和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 第二 敬虔的环境和榜样 属灵生命不是遗传而来 而是被圣灵生出来的 但是属灵生命的成长 却需要父母的培育 不能寄望于把孩子带到教会 接受圣经教育 就等于有属灵的生命 生命是源自于父母 不管是肉体的生命 或者是属灵的生命 都应当父母来教 最糟糕的就是 父母在教会是一个样子 回到家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孩子最多的学习 乃是从父母的榜样而来 好跟坏皆如此 我们房间的墙上挂的是什么东西 就说明我们注重的是什么 所以这些古怪啊 淫义的东西 都当从家中除掉 第三 教导和实践神的话 圣经当然可以做教科书来用 但是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最重要的是要让圣灵用神的话来感动我们 教证我们 家中一定要有定时的家庭礼拜 父亲应当担任教导圣经的责任 用自己经历神的见证来启发儿女 同时要鼓励儿女每天的读圣经 并且和父母来讨论如何的应用圣经的经文 第四 要有合一的管教跟爱护 管是指证和处罚儿女的错误 教是使之明白正确的道理 现代的教育 现代的教育只讲爱不讲惩治 其实这个是溺爱 没有真理做凭据的爱是危险的 对于年幼的孩子要做大的更正的时候才用体罚 对于要进入青少年期的孩子 不能够再提罚 只能够用后果式的处罚 无论如何 不能够在怒气发作的时候惩罚儿女 以免伤害他们的志气和跟父母的关系 惩罚之后一定要向儿女表明爱 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 教育儿女应当是父母的首要责任 我们不能够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交给其他任何人去做 求神帮助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